結果假設只有公式的話 那應該是這個 其實應該要兩個等號 可是我常遇到的同學 就是這個等號他把它拿掉 因為可能以為說是不是只要有一個等號 那如果像這樣我把它執行 他這邊就會是只有公式 OK 那所以呢你只要補一個等號就可以了 所以這個等號等於是說看起來有點怪怪的 實際上當然也 你慢慢習慣之後你會發現他其實就這樣 就是把這個公式 丟到這個儲存格裡面的意思 OK 丟進去因為呢 公式裡面 他會自動丟到這個資料編輯列裡面 然後有點像直接打勾的意思 所以執行他會自動幫你把結果給顯示出來 這第一個可能 那如果另外還有一種可能性 就是如果你這邊沒有錯 但是一丟結果變成怎樣 這個地方呢 他清楚一點 他裡面的話變成公式 還有一種可能性就是這個格式的關係 這邊格式可能被改成文字了 有點像這樣這個改文 我看一下 改文字會不會 會不會 對 如果你這邊改成文字 我剛剛只有改一個 如果你這邊是改文字的話 那當然結果也會 所以喔 你就可能要把 你的那個 範圍裡面的 改成什麼 除了格式的話 記得改為通用 這樣的話呢 執行 他這個公式才不會造成錯誤 可能有兩個啦 也許你們再檢查看看 剛剛有同學說出結果會是公式 那要不就是這個地方少個等號 要不就是格式的關係 是文字 那這個兩個都有可能 那這個剛剛第一個就是 輸出結果會是變公式的問題 第二個的話呢 那如果說我今天輸出的不要是公式 而是最後的結果 那這個的話呢 程式該如何寫 那首先的話當然一樣喔 我們 還是 需要把什麼 fine 轉換成什麼 之前講的 instry instr 那 ifl的話 就是要改成if 邏輯有沒有 如果 做什麼 那當然我們有講過啦 如果 為true的話 就執行 這個 那反之的話 就是l4 可是喔 現在的話不是只有true跟force喔 而是什麼 可能有三種情況 所以喔 如果你假設 還有第二種情況的話 那你可以ale if 第二種情況 那第三種的話呢 再ale if 那如果還有第四種就ale if 那剩下的話就一樣是l4 ok 所以喔 這個叫多重邏輯判斷 那我們來看 那第一個喔 我們先來改那個e欄的好了 這個e的比較簡單 這個mid 因為vva本身也有啦 所以喔 如果啊只要改這個e的輸出的話 那第一個喔 當然就是輸出到哪裡 一樣 sales 哪一列 第i列 哪一欄 依然 我們先輸出依然的區好了 那等於後面就不是丟公司喔 而是直接的用mid 這個時候的mid 是vva裡面的mid 跟他講說 你自己去抓資料 抓什麼資料 抓那個同一列的哪一欄 區欄 這個區欄 地址嘛 然後所以呢 我就是去切割 跟他講說 你幫我從那個地址裡面去抓資料 那抓資料的位置喔 就是逗點 第幾個字開始呢 剛好第四個字開始 逗點 要取幾個字呢 三個字 好 這樣的話呢 我們依然先輸出看看 就ok 那裡面是不是公司 欸不是 有沒有 是最後的結果 好 那再來這個怎麼辦 這個就比較麻煩 這個是 sales的 這個 i列的f欄 那當然後面的話呢 我們可能會需要什麼 f欄 等於 其實一樣是mid啦 只是說我要知道 所以喔 其實這個最後的結果 應該也是等於mid 從g裡面呢 從第幾個字 取幾個字 ok 所以這個的話 從哪個字開始 那當然我們會抓到前面這個字 也許是a啦 就a加e 這個跟 那個什麼一樣 就是 151那一題 那 後面這個的話幾個字 就是b的話 指的是後面那個字 減掉 前面那個字 就ok了 只是說呢 我目前 a跟b 還沒有產生 所以我們可以在上面做邏輯判斷 讓他去找找看 如果有找到 找到 然後 0的話 那就把0的位置抓出來 放在a ok 所以喔 這個邏輯判斷怎麼下 if 去幫我找找看 去哪邊找 所以喔 用什麼 instr 去打 千瓜 或者你可以打這樣 其實雲端好像打VBA一點 如果你那個in3 你假設記不太起來 你可以用點 這邊會提示 in3 千瓜 去哪邊找 喔 去那個地址這一欄 同一列的 所以sales i列的g欄 找什麼呢 欸 所以喔 先找0 所以我們先找0這個字 有沒有 欸 打錯了 ok 那如果找到的話呢 一定是等於0 欸 跟這樣 如果裡面假設沒有0 沒有那個0這個字的話呢 他回來會告訴你0 0的話意思是沒有這個字喔 那如果找到的話呢 剛好顛倒 不等於0 所以其實理論上喔 我們 比較好的邏輯是這樣啦 就是 欸 找到 找到是這樣 不等於0 ok 這樣邏輯會比較 好判斷喔 then 然後做什麼 就是把那個 A 就是 找到的那個位置喔 放在A裡面去 所以喔 如果有找到的話 那就幫我怎麼樣 把 找到0這個字的位置 放在A裡面 ok 好 欸 特別是喔 這個是找到喔 找不到 的話是等於0喔 ok 找不到 不等於0就是找到 有這個字喔 那就幫我把 0的位置放在A 欸 好 這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呢 可是 如果沒有0的話怎麼辦 那就往下 再找理 再找區 所以喔 後面的邏輯 你可以把這兩行複製一下 貼到底下之後喔 只要把 if 改成 前面加 一個叫else 如果找不到就 欸 這個是第一個邏輯 這是第二個邏輯 那就幫我找理 所以這邊的話很簡單 把0 改成理 意思就是說呢 欸 如果你找 欸 假設啦 找不到0的話呢 你繼續幫我找理 看看 ok 那如果有找到理的話呢 就幫我把理 這個字的位置喔 寄到A裡面 ok 那再來的話一樣 把這兩行複製 貼到底下 欸 那如果找不到理的話呢 就找區 一樣喔 找區 好 那這樣都找完了 三個 那記得後面加一個end if 結束這個邏輯判斷喔 好 所以找 如果你有這個地方喔 假設找到0 幫我記在A裡面 再來的話呢 找找看齁 找 其次就找0 再找區 好 那我們有A對不對齁 那 B的話呢 就是找 路 接到 邏輯跟這個很像 所以喔 比較簡單的方法 你可以把if 到end if Ctrl C 然後呢 貼到下面來 你可以把它隔開沒關係喔 那再來做 做什麼啦 把0里區齁 改成什麼 路 跟剛剛有點像 路 接到 那另外的話呢 A請你把它改成B齁 因為你不能都放A啦 不然的話呢 會蓋過去 變數裡面的值 好 那這樣的話呢 我就知道說 喔 路接到的位置喔 反正不是這個位置 就是這個 不然就是這一個 其中一個啦 那最後的話呢 我們就可以直接 再用什麼 MID函數 去切 欸 A加1的話呢 那代表是什麼 就是 不是0 就是0 就是0 反正就是 他找到的話 G到A 然後向下一個字 那幾個字呢 B減掉A就可以 然後把這個切割的結果呢 再返環到 F藍的這個位置 欸 橙色寫完囉 基本上就這樣 那當然 滿多地方其實是複製貼上的 像 先 主要是這兩行 複製過來 改 改一個ELS 再複製 有沒有 然後END IF 再把這一塊有沒有 再複製到這邊 改成路接到 前面改成B 好 這樣子 應該可以看懂 我的敘述啦 其實這樣加MAR結構的 雖然程式看起來滿多的 但基本上 很多地方都是雷同的 好 寫完了 再來執行看看 這個時候你會發現喔 裡面執行結果 就會 剛好 有沒有 你會發現裡面的話就是結果了 看起來應該是沒問題 好 輸出結果 看起來OK 那請各位 試試看 這一段程式 比較冗長啦 但是 各位不用擔心 可以參考雲端白板上面的 第11頁的地方 這一段 來 試試看齁 好